说到张作霖的名字 我想每个人都不陌生 他14岁的时候父亲就没了 之后他为了生存干过很多活 张作霖在赵德胜手下做了骑兵 自此之后他从一个草根一步步的成了后来的东北王 后来日本侵犯东北时 他们百般讨好这个东北的领头人 毕竟当时无论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部队 都特别吸引日本人 日本当时在东北一直想找机会拉拢张作霖 他们想借张作霖的力量 把东北建立成东北战线的后勤基地 当时日本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一项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他们把国内的军民向东北大量的移民 在日本的这项计划中写着 他们准备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 向东北移民500万人 他们想通过人口数量来统治整个东北 另一方面 日本人为了他们的民众 自愿来东北生活 就常在他们跟前把东北描述的特别好 其实日本这个计划背后的真正目的 东北王张作霖自然是明白的 只是当时郭松领的突然被判 给他的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的部队处于一个劣势 为了能马上解决眼前的问题 他不得不先暂时答应日本这个无耻的要求 等到眼前的问题一解决 张作霖马上跟日本谈移民条件 当时他跟日本只提了一个条件 不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出租房子租赁土地 于是当时很多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 在东北待了很短的时间 就哭喊着要回自己国家去 因为东北地区到了冬天 本身就很冷 张作霖不允许他们住中国房子 他们很多人都在外面自己搭帐篷 过不了几天就冷得实在受不了 要立即回国